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它說呢投擲一個骰子一次 看朝上的點數為何 那麼呢事件A為骰出奇數點的狀況 那則與A互赤的事件呢有多少個 我們來看一下 知道它的這個樣本空間應該是什麼 骰一個骰子一次嘛 那一定就只有這個123456的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如果呢骰出是奇數點的話 這個事件裡面包含的樣本點 就是骰出1骰出3骰出5 那現在有趣的地方是說 與A互赤的事件有多少個 記得這裡呢不是講說A的這個補事件或余事件呢 如果是問Apride的話呢 那麼我們當然知道骰出奇數點這樣一個事件的余事件呢 就是骰出246 可是現在它意思是說呢 我們怎麼樣 是一個與A互赤的事件有多少個 與A互赤的事件的意思就是 只要跟A沒有交集就好了 也就是說呢 如果這個事件我們叫做B 那麼A呢跟B事件之間的交集是空集合就可以了 所以代表是說我們就可以很確定一件事情 因為A跟Aprime之間呢 本來就已經是沒有交集了對不對 而Aprime呢又是什麼樣 讓整個大集合呢扣掉A以後還留下這個最多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說呢 B這個集合呢應該是包含於這個Aprime OK也就是呢B是Aprime的部分集合 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啦 這一個新的集合B呢 它裡面你就看它含不含2 含不含4 含不含6 這一些元素 你可以每一個都含或者是不含 然後呢含或者是不含 含這個元素或不含這個元素 最後呢你就算出 總共有2的三次方個不同的事件 OK 那就是8個事件呢 會是跟A互次的 這8個事件你仔細想一想 包含哪些事件 其中呢有一個事件其實是什麼 全部都不取 所以呢空集合其實是一個 就是空事件 對不對 OK空事件 然後再來呢 可能是什麼2 單讀2一個 然後呢單讀4 單讀6 然後當然呢再來有什麼 24然後呢26跟46 然後最後呢是246對不對 所以總共是8個事件 會跟A是互次的 我擔心 那是有什麼一種 我擔心 我擔心